对对法国同胞的意见 首先这个事情当然定不定罪啊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事情 现在目前还很难说 但他超级好色 这是很多人一直知道的 问题是法国人确实有很多人认为 一个男人的好色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是但这个他只是更比很多文化 更公开的承认这个事情 而在这种中文叫什么 文化当中啊 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但实际上你在美国 你多少人都出过一样的性丑闻 只是美国的社会舆论是绝对不饶的 而法国的社会舆论 我们普通人也这样 这事不影响他的工作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想当法国人呢 我永远都忘不了 当年克林顿闹这事的时候 人家法国报纸说什么 说美国人成熟点吧 真是没见识 这点事算什么也不行 首先说以往法国 其实也就是分这个政治的派别 分的比较明显嘛 所以以往呢 就是看什么报的人 就是什么派的人 这个是以往就如此 但这件事情上 反倒让很多以往是激态的 激烈反对凯恩这样的 是这种社会党派的这些人 有一些右派人士 也在这一件事情上 也开始同情态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啊 是太像阴谋了 你看整个的这个谋片布局 所以有人怀疑啊 谁从这里边得利呢 哎 要不知法国人也是个波尔里斗 说萨克奇吧 说这个 甭说这个是国际货币资金组织 什么总裁啊 这卡恩 而卡恩要可能要选下届法国总统 而且他这个民间的这个支持度 好像调查呀 还超过萨克奇 而且这就想了 他在纽约出事这间酒店 是法国品牌的连锁酒店 而且你看 纽约时报说了 说卡恩被捕之前就有报道讲 萨克奇啊 正在抓他的黑材料 哎 跟咱们一样 哎 要抓呢 喜欢抓人生活作风问题 就收集不利于卡恩名誉的材料 说萨克奇干这事 然后有一个杂志报道说 2009年9月 卡恩在匹兹堡20国峰会开会 开会不得上厕所吗 在厕所里啊 碰上萨克奇了 然后呢 俩人呢 俩尿友就开始聊萨克奇 就是跟 不是 这个卡恩就跟萨克奇说 这话也只能是在厕所里俩人说 出了门都不认的 说 一再有关于我私生活的谣言 还有可能会不利于我的所谓的材料和照片 我告诉你萨克奇 萨克奇肯定比他矮啊 就说我受够了啊 我知道这都来自爱丽社工 这萨克奇在那办公吗 这都来自你那 告诉你的人 别干了 否则我就要起诉了 那结果会不会他反被是萨克奇的阴谋 被起诉了呢 当时大力推荐卡恩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就是法国总统萨克奇 这两个同样一直以来 厌服不断的法国政客 究竟为了拿朵桃花而要刀兵相像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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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 没有男人不耗色 可是程度上还是天差地远的 这个里边这个这个差别啊 可以让人这个这个吃惊 就是说这个性欲最强 或者最好色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甚至那有些就被定义为这个病态了 叫做什么性隐呢 哎 比方说这个咱们清朝有个大文人叫纪晓兰 给乾隆皇帝编这个四库全书 纪晓兰哥呢就住在宫里 住在宫里好像啊 他不太舒服 因为呢住了几天之后啊 这乾隆皇在宫里溜弯 在看他这个书啊编的怎么样了 一看这纪晓兰呢 说你啊 几天没见你怎么称孙悟空了 火眼金睛啊 就他这个眼睛啊 赤红 满脸通红 说这怎么回事 纪晓兰 纪晓兰就跟乾隆皇帝说实话 说我呀 一日不遇女啊 就说 就说我一天呢 要是不搞女人呢 皮肤就要裂 啊 这个筋就抽筋欲抽 要抽筋 所以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纪晓兰 这个玩了个团的 反正前隆皇帝一看啊 这个东西这得同情啊 啊 说得了 给俩宫女 你你你先出出火吧 为了编成我这书 季晓兰 得俩宫女 这种人呢 你要咱现在想 比如说是这个老虎武兹 算不算这种人 意大利那个总理贝鲁斯科尼 算不算这种人 卡恩算不算这种人 但是卡恩 他不光是这个圣斗士 性斗士啊 不光是性欲强好色的问题 人家是烈焰高手 按说 真要说是高手啊 那不应该是这个霸王硬上弓 对吧 这个东西感觉有点不堪 所以他真能去说强奸的手段 呃 烈焰吗 无论多次婚外情并且遭到曝光 法国媒体曾送给卡恩一个绰号 伟大的引诱者 以表彰卡恩先生在发掘婚外激情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但法国媒体普遍认为卡恩并未对此有丝毫忌惮 他曾在各种场合表示 我喜欢女人可那又怎么样 对于这个卡恩的偷情啊 据说呢 这个法国就有媒体啊 专门就此问过他的这个第三个老婆 呃 现任的太太 就问他说你对你们家这头到处乱搞的老公怎么看 你看他就说这头这头老公怎么看 结果呢 你想不到 我的这位曾经的同行啊 曾经当过节目主持人的 他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老婆 大大方方跟法国记者说 他是政治家 政治家要是没魅力还行吗 女人喜欢他 说明他有魅力 这也是我喜欢法国的理由啊 那么 但是呢 你毕竟啊 你这个会出事啊 这个这个 你在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头 要是跟人乱搞 会引发什么问题呢 所以呢 这是很有名的一件事嘛 呃 因为这个动用了这个这个组织上 要要要调查 就是说 他是呃 这个上上司 他手下啊 有一个经济学家 哎 叫呃 纳吉也好像这么一女的 纳吉后来在接受调查的时候说 哎 咱可能看出啊 这个卡恩呢 他怎么抠女 好像是比较突然性的 他说我们那原来是同事 突然有一阵子 他就这个狂给我发这个email 打电话 甚至还有这个色情短信 这事吧 你要投诉 就叫性骚扰 你要交流 就开始私通 结果纳吉选择的 当然是后者了 先跟上司交流 私人交流 俩礼拜 就那意思 我也不是随便跟他上床的 本姑娘啊 交流俩礼拜之后 觉得这人可上 然后开始了私通的关系 为此啊 丢了饭碗呢 这个女经济学家就是 离开了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为这件事啊 丑闻吗 据说是 那那一次查出这个结果之后呢 就这个卡恩本人也向组织 向这个家人 道了个歉 以后还犯 不过纳吉在2008年10月 先给该事件调查负责人的 一通信中仍然表示 卡恩这个人有问题 这可能使他不是个领导 一家有女性 在他手下工作的机构 我认为那些人想 有一个总统的性格 我并不认为 我并不认为 这可能会被人家的生活 但政治上 我认为 我认为 我并不认为 我并不认为 现在卡恩 在美国那边 好像是接近于 要没事 可是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现如今 在他的家乡 法国 出来一个女作家 名叫巴农 这巴农呢 开始指控 就指控这个卡恩 说他那是早了 说2002年的时候 他企图强奸 我 嗯 为什么呢 说当时我想写本书啊 要采访卡恩 这巴农就说呢 当时我把这个采访机啊 这个录音机放在桌上的时候 卡恩呢 他就伸手 哎 他就摸到我的手 哎 我说你为什么摸我手啊 卡恩说呀 因为呀 我有特别私密的事 要跟你聊 那怎么着 咱就拉紧点 好 给卡恩捞着了手 巴农就说呀 他就顺着手啊 就往上勾 哎 最后巴农说 采访是在两人的扭打当中结束的 那么这个巴农呢 这个也没吃亏 他说我踢了这个卡恩 先得一分 卡恩呢 也扒了他的衣服 将比分扳平 卡恩呢 扒了巴农的这个衣服 就是这个牛仔裤啊 不太好脱 所以呢 什么都没干 也忙了个满头大汗 据媒体报征 巴农的目睛 当时是卡恩所属的 社会党地方议员 出发之后 他劝告女儿不要告发 以免败坏本党在新闻界 和中介的名字 而他的女儿确实 也是直到今天 才向各界揭发说 骚扰者是卡恩 我愿意告诉你 在意课 您的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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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都是陈年旧事 好汉不提当年勇 咱们还是看看 这老卡 这回在纽约酒店里 他是怎样一番的 这个作为 那按照这个 奥菲利亚说的这一幕 那老卡 那就是一银魔 说是把他拖进